用PS5手柄玩Switch游戏 塞尔达传说王国之类 是不是挺新鲜 在默认情况下 PS5的手柄是不能连接Switch的 它得需要一个这样的接收器 之前有位同学给我发私信 问我这种接收器怎么样 使用效果如何 我说我也没用过 于是我找厂家要了一个 原来这种东西早就有了 现在已经第二代了 这是八位堂的手柄接收器二代 小装块风格 PS4手柄 PS3手柄 还有别的手柄也可以 它这个接收器支持挺多的 它俩连接用的是蓝牙连接 配对方式也很简单 按住手柄的这个键 再按住中间的PS键 按住了大概三秒钟 手柄会亮蓝灯 这时候它俩就会匹配 匹配成功之后 PS5手柄就可以玩Switch游戏了 具体方法看说明书 整体感觉还不错 有陀螺仪 而且有震动 但是没有它那个HD震动 另外PS5手柄的一些特性 在Switch上也体现不出来 那是PS5游戏专用的 在Switch上 PS5手柄是作为一个有限方式 实际上它是蓝牙 用PS5手柄的蓝牙连那个小装块接收器 它这个性能 特别是这个陀螺仪的性能 还是挺稳定 很顺滑的 我问过厂家 厂家说是因为手柄 与接收器之间的连接延时很低 下面说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当我第一次说到这个接收器的时候 需要更新一下这个接收器的最新固件 才可以正常使用 可能是PS5手柄的这个固件经常更新 说不定以后还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到时候再更新一下接收器的固件就可以了 在苹果和Windows电脑上都可以更新固件 这个接收器只支持一个手柄 Switch上有两个手柄 这个接收器就能连一个手柄 这样就三个手柄 这一个接收器只能连接一个手柄 它们是一条通道 这个PS5手柄怎么在玩PS5游戏 也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用手柄的数据线 把手柄连到PS5 就可以了 但是下次你再玩这个Switch游戏的时候 还得重新配对一次 如果你只有一只手柄 要让它玩Switch又玩PS5 来回的体配有点麻烦 最后总结一下 这个八卫堂的手柄接收器二代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 可以连你的PS5手柄 或者其他的手柄 在PC上用或者在Switch上用 如果你有这种需求 或者比较特别的需求 可以提前问一下客服 它的特点就是 是延时比较低 功能还比较的丰富 这个东西价格也不算便宜 Switch上也有Pro手柄 这种外置的手柄 价格在400出头 PS5手柄的价格也是在四五百块钱 各位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选择 总之这个接收器是可用的 适合以部分用户群体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就是给大家尝尝鲜 原来PS5说不定也可以玩Switch游戏 仅此而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